凡事持诵此篇的人 必须要时时刻刻在心中默炼 使每一个字都能反观自身 是否有所违反的事情 从中慢慢减少违反的事 如果能天天如此 连连如此去反省 自然起心动恋都是善 所接触的地方都是善 在其他刻印的版本 有卷手有灯载是持诵的仪轨 以及诸佛的圣号 这只是教人方便缩练 人们心中恶恋 使其能向上的意识 做要学习造业道 在案前混乡祝告上天的故事 是可以的 但如果不以诚意实际去奉行实践 把自己的做法贬入为背诵 守记 祈求福祉的方法 那就失去本意圣言 那么这一段里面最主要是告诉你 我们从这段去学习什么 学习就是你奉行感应篇 必须要实时心中默炼 然后和尚说 最好你把泰山感应篇当成早课 来提醒 或是晚课来反省 所以我们早期在印泰山感应篇的时候 默炼 在印泰山感应篇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样的提醒大众 就是把这个泰山感应篇当成早晚课的一种 定课的辅助 所以实时心中默炼 字字内反入身来 每一个 每一记经文 都要反省 我们也没有一教奉行 也没有这个事情 然后渐渐的要挂气 慢慢的 要把你这个习气断掉 要把这个毛病弃除 这叫渐渐挂气 每天都这样做 每一年都这样做 那么自然偶然 动处是善 处是善 你跟尘接触 五不是善 六根对六成 都是善心善恋善行 就是以善 是善 行善 这个叫做动处是善 处次是善 你就可以做到 以事 这个 以事情 以善 事善 行善 你说话 也是善 看事情都是看好事情 以事情 这个叫动处是善 处处是善 那么 另外再提到这个 有其他科的版本里面 他在前面有那个慈颂的仪轨 还有诸佛圣号 他说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帮助你色心为善 也是好 最后最重要他告诉你 如果你要学造业道混乡告天 故事的话 学这个故事的话 最重要 他说你不是光谁摆这个相案 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使意去奉行 你要踏踏实实的去做 去落实 老实上讲真干 要真做到 什么叫真做到 就是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之 要真做到了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心念 自己的身口意 都跟太上感应篇的经文 相符印 相应 这叫真做到 而不是落入那种 丰颂祈福的见解 我会被太上感应篇 我会被地址归 你会被做不到 所以老和尚说 不是用来被的 是用来漏死的 所以就不能漏入轰颂 也不是说 我被感应篇会篇 我度感应篇会篇 可以消灾免难 那就祈福了 他当然可以消灾免难 就像阴光大师说 他说真正的练佛人 什么叫真正的净土行人 他说来生不求做国王 来生不求做大和尚 来生不求富贵人家 甚至今生不求健康 不求康领 不求长寿 阴光大师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净土行人 无所求 你到无所求的时候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中相 无寿所相 那就跟信德相应 印竹说 你不求康领 自得康领 你不求长寿 自得长寿 就像刚才我们受影的 陈居士公的讲 他真是一个连流 这位连流 邻居士 所有个女众 每天福号不断 一个月最少练福号练多少 一隔月练佛最少三百多万 那平静来讲一天要多少 一天要十万 一天要十万 听说黄念主要 一天是十四万 这位居士一天十万 我们周永山老师非常赞叹他 他也是在我们讲堂 周永山老师的伦理课 他都会来共修 他一天将近十万 变得阿弥陀佛圣号 他不止消灾免难 听说他以前 十年前的时候 他身体是非常非常的病痛 冬天跟夏天 都是要穿大衣的 身体是寒冷 感到非常的严重 到现在 念佛呢 业障消除了 身体康健 现在就算冬天 也可以穿个短袖 这叫什么 印光大师说 不求康领 自得康领 不求长寿 自得长寿 这位师姐做到了 就是这里讲的 不能够落入 封送祈福之间 那这样就世气太远了 要怎么样 要实意奉行 那个三百万的佛号 就是发菩提心 你不要小看他的三百万 你念看看 你三万都做不到 一般的忙的 什么都在忙 三千都做不到 三千声佛号 一天 他一天十万 你如果一天十万 是捡来的吗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是老实真干 所以他一天十万 我跟你讲 他差不多 也等于放弃 自私自利的 他也等于 放弃 明文立扬 他也等于 放弃的 才是明十岁 他放弃的五一六成 放弃的自私自利 放弃的贪生自慢力 那不就跟菩提心 相应了吗 所以这一句佛号 这我一大师开始的 饶里讲的十六分教 下得了一千七百个 残庄的公案的转理 我一大师说 都是生死 暗边事 对你生死 一点帮助都没有 饶里讲的十六分教 就是说 纵使你会讲经说法 辩才无碍 你的根基力道 可以转一千七百个 禅宗公案的转理 都跟开悟无关 都跟生死无关 如果你不能够向造变 这位大德 一致十字 林仲师一一跟 亲友告别 然后呢 他还有办法写信 跟他的医子的和尚 亲近的和尚 这一个慧来禅师 报告他的心得 他告诉慧来禅师说 要是不是你平常这样尊尊的 慧来禅师平常这样给我警惕 那我今天就做不了主了 所以 我觉得说 刚才讲这位邻居寺 他这个十亿奉行 一天将近十万遍的佛号 一个月三百万遍 等同发菩提心 一向专业 在此 我用这样来跟各位讲 也就是真正要去落实 这是最重要的